我有一个内蒙老乡赵小姐 她找我订一款镯子 昨天就找我一直订到今天 这是我先前推荐给她的一整块版料 选了6号、7号、11号和2号 今天跟我讲这几个都不要了 我只能推荐给她另外一块版料 其实我特别理解我们这些喜欢镯子的人 就像我们择偶一样 郁郁良人 而良人是最难遇的 我们犹豫都是很正常的 你说一个镯子吧 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但是难得的是遇上一个心上人 遇上一款心仪的镯子 我们去看看另外一块版料 这是我今天早上推荐给她的另外一块版料 她看了整个版料之后 犹豫到下午终于跟我说 她选中了7号和18号 最后犹豫了很久 就在刚刚才跟我敲定 她说她要18号 18号可以看到这半边 刚好在一个水路位上面 透光感特别强 这里它会有一个子点 而且是整块版料上最紫的位置 还有这里它是一个浅绿顶 所以这块卓位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 起货之后才会知道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位置 这里会有一点点散金 但具体说我们倒脚的时候 是否能倒掉 就要看打磨抛光的师傅 有什么能耐了 手周扁已经取出来了 可以看到它的肿水 真的特别好的 但是我们打光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是有些指甲裂的 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送到粉丝手里的 所以我建议赵小姐呢 这一块放弃它 我们现在选的这条绿顶的8号位 现在我们给它压饼 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阿珍 现在你这个手镯已经拿来抛光了 你现在可以跟我进去看了 感觉任务重大的样子 师傅 师傅 又来找您抛光了 这个是我一个粉丝 他挑了两天才挑到的 你给我好好抛着行吗 可以可以 他没有见过这抛光的大场面 可以视频过来看一下 你长得这么帅 你一定要好好抛 要不都对不起你这么英俊的一张脸 就去点赞下次你们手都拿到这里轻抛 真的我老乡他没看过 带我老乡过来看你做工的过程 一般你做工都这么帅对不对 我也是最帅的 我也是最帅的 南方爷们就是跟北方爷们不过 不一样 嚣张的很低调 赵小姐的镯子起货了 真是一波三折 头吃丧鱼 抱吃逃离 成蒙赵小姐信任 有纹裂的紫罗兰镯子 真的不能给他 所有从我手里过的镯子 哪怕有一丝纹裂 我都不能过到你手里 这里呢 我还送他两个礼物 一个呢 是A货翡翠吊坠 另外一个是豪香的一个 玉髓吊坠 我想对赵小姐说 虽然你没有买成紫罗兰的镯子 但是这个铜色系的这个吊坠 希望能迷补你些许遗憾 其实不管你在我这里买 是什么价位 我都会用心的 对你们每一个人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得到一个 自己心仪的镯子 啊 啊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